好新鮮 智蕊系的包夾防守造成快力系的失誤 哎呀,所以智蕊已經把球撥了回來又發生了失誤 其實一開始兩隊都顯得有點混亂 現在智蕊要開邊線球 智蕊能不能把握這波進攻嘛,分數要10分內 也切入拋投,打敗前進 現在智蕊系只落後9分了 現在的士氣全部都起,像智蕊系這一邊了 智蕊系持續加長防守,快機造成一些影響 看這時候,快機系有誰可以跳出來得分了 蠻舊的 智蕊系怎麼會讓他那麼輕鬆的拿到球,輕鬆的切入了 智蕊系這種切入的速度看起來並不快 不過他還是穩穩的把球放進了人空 現在快機3系以26,頂先智蕊系的 智蕊系的頭進去了 智蕊系的手感打遠 智蕊系得到4分 然後第三節最後2分 智蕊系打到6分 智蕊系的球 智蕊系的球 智蕊系的半規 智蕊系的半規 智蕊系的高球員,而且也是校拉的一個校隊 政大拉隊的成員師 智蕊系的 智蕊系在球場上以外也有別的發展 智蕊系3分出走 智蕊系差的有點遠 智蕊系的球 智蕊系的快速的切入 智蕊架球放近2分 智蕊系的 perm 智蕊系 智蕊系的方式 智蕊系打tes 智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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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蕊系照相左 智蕊系 智蕊系他這球 快速器體力下滑也是一個相當關鍵的重點 快速器放慢 我們也看到現在快速器在場上五個人也全部都會先發 我們先快速器放上雙塔之後 陳小五隊藍板衝翔就沒有這個可惜 這次加起來應該超過兩百公斤的技術 這也是三分全面試的 這次跟兩顆轉分 暴力是六分的差距 兩顆三分六隨時可能是轉分 不過霸凱都玩笑 我就很放進兩分 又把比特拉回八分的差距 這次有打安全的球 一顆三分的差距 一顆三分的差距 治管系後衛後場舉回球員跑位 我們可能洪凡中了一個大公路crossover 中俊琳球沒有彈進 大高的人均都搶回籃板 哎呀洪凡中反應相當快 想把球撥到林鄭宇身上 可惜球已經先出界了 我們現在看到治管系的球員 每個人都願意去拚 願意去搶那個球 不過快進系的球員好像就有些疲累 必須 治管系在球員調度上 算是比較平凡 因為會計系的話 我跟他球員那時候會開始 林鄭宇身說 他要追求 造成失誤 林鄭宇竟然會發生這種失誤 真的像人蠻意外 林鄭宇身說雖然他們 會計系是適合打 就是非常會打正地戰 不過打正地戰的缺點 就是每個人缺乏那種拚勁 沒錯 剛才其實謝忻還有一點機會 給我打球的救命 他就眼睜睜看球直播了半井 黃伯聰 帶球想要切入的時候 製造了莊明軒的犯規 黃伯聰 我覺得黃伯聰手感的回溫 也是在讓治管系能夠追上的 就是讓治管系追上成為一個 就是能夠治管系追上的最大原因 現在比賽剩下最後五分鐘 治管系落後八分 球給到吳慧翰 吳慧翰 四線 三球 三轉 哎呀這個空檔沒有能夠把握 相當的可惜 不過我們看到治管系剛剛那球 就是讓吳慧翰 把防守球往裡面壓 然後再丟給外面三 外面三分線外的那個 九號五十年級 劍聰頭籃 吳慧翰 看到他的眼部 防守贏正宇打在外面 然後後尾也會順利通過 哎呀這球 然後背後操球似乎有犯規的嫌疑 可是裁判沒有摔 現在是會計師一個快攻上來 結果 球 彈起來 是造了犯規 哎呀剛才那個操球 應該是有犯規的 可是裁判並沒有想少 我造就了會計師的這次快攻 現在會計師要開底線球 走 走 快繼續把球帶到三分線外 五大步的距離 明顯是想要放慢幾乎 平常現在有先對 剩下最後三分球衝 球群衝去一代碗 沒有球員 哎呀剛才柯管系的球員沒有卡好位子 然後從下我們球不想到的籃板 球群衝翻身跳紅球 看兩下沒有錯 最後被快線搶到一波進攻籃板 不管是連續在兩波快線進攻中都沒有卡好位子 一直讓他只搶到籃板 這次落後他們真的是相當不利的一個狀況 沒錯 現在場邊叫出了暫停 時間剩下最後三分三十秒 快進系三十九比三十一 引先支管八分 最後三分三十秒時間 支管系能不能逆轉戰局呢 還是快進系能夠再繼續笑納 氣息被冠軍達成九連霸 我繼續關心 OK 現在支管系 在場邊鼓勵他們的球員 已經比賽到最後這個時刻 真的靠所有球技還挺的之外 意志力也是相當重要 沒錯 OK 快進系相當冷靜 他跑到最後比賽的車路 因為他們有冷靜的王牌林鎮宇 反而支管系就像他們身處的球員 熱情如虎 對球那種拼進真的相當驚人 雖然支管系沒有快進系那麼有組織的進攻 但是支管系就每個人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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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去想一直去想一直去想 拼生一不野性 他們打成我相當不錯的時候 可以上去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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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剛好打出他的招牌手勢 事件時對手勢 最有這次要放滿 海和謝文快速的切入 放滿全球的翻點 神笑容公園 對人都有武器 下來黏著 神笑容公園 現在啊 一種雙雙劍 壓迫一隻小後味 再把球抄完 大家看 精采動籃 差一點 有可能會有一個漂亮的上板 放滿 這球又可怕的防守 但是這不配 這不配都安心展現出來了 對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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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漢進去 反正 把球 環體上有能點接觸 黃彥翔看似漂亮乾淨的火鍋 就跟裁判吹了半規 自管系的全員當然是相當不滿 黃彥翔本人也相當失望 看陳笑容漂亮的快攻 上籃得分 這個飛行的距離相當遠 嗯 真不愧是甲組球員來的 三十五次 我們比賽最後兩分鐘的時間 快機器 製作的比賽 三個比賽 不過快機器現在還配得鬆懈 嗯 自管系的一時間表現相當不錯 好 沒有好智慧 切入 哇 一個小人物似的掏頭上來 沒有球警 自管系現在打得有點略極了 還是要以比較把握方式得分 還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結果自管的包夾 還是造成快遞的失誤 黃彥翔球沒拿穩 結果再拿回來 再補 進去 好 自管系再把分差追到了十方便 自管系八分落後 出貨 陳小龍不行 把球拿到手上 雖然陳小龍在快速打的位置是四號 不過他許多的進攻動作 都不屬於三號進攻 大控擋 周明仙下半場收盪 現在不太好 陳小龍抄球 犯規的動作還沒影響 現在會計系其實也不用心急 他們只要能夠穩穩掌握每一波進攻 不要失誤 他們應該還是能夠留下場比賽 真的 最後一分鐘 林正宇把球抄了下來 自管系發生了一個關鍵失誤 這幾波的防守感覺都有一些犯規的嫌疑 不過裁判都沒有吹 一個籃下來了 又沒有進 陳小龍在掌握狼板 造成了犯規 看來這場比賽最後的決勝關鍵恐怕還是在防守啊 是 現在自管系再把有三分球能力的球員換到場上 畢竟時間剩下大概48秒 而自管系可能沒有太多時間了 陳小龍抹把球發進 現在自管系至少需要三波進攻才能把分數追上 第二球 然後 又發進了 四波進攻才能追平 甚至超越比分 場邊現在叫出暫停 現在到最後的48.4秒 到底會為場上比賽帶來什麼樣的變數呢 現在場邊球員在進行最後的討論 比賽到了最後 真的考驗雙方球員的意志力也能奪勝那股慕望 指管系上市有一絲的機會 不過他們需要穩穩把握每次的空檔 絕對不能再發生任何失誤 他們必須要壓迫造成會計系的失誤才可以 沒錯 林聖宇可能因為車禍的關係 今天在前面上的發生還未產生任何問題 下半場的時候發生了幾次失誤 這是指管系必須要把握 發生進攻看股圈出動最好快 時間一人兩人在走 球又被從下龍科出接來 人高手長加超強的反應能力 這三分球今天代步出手 球彈了出來 把球帶回三分線再出手 打敗球 這個棒可能有點意志成分 再回指管系跟著 來要三分 現在把指管系發生壓迫 快速是發生了十五周比賽 可能產生了一點變速比賽 最後4.2秒 指管系落後7分 OK 現在指管系要開底 指管系開邊線球 他要看遠側 哎呀這一球 差點發生了十五 紅波中一個轉身 閃過反倒球 來偷頭 沒有球進之後稍微輕一點 再把進攻籃板搶回來 紅波中 紅波中靠一股意志把球放進了 哎呀這球 一不小心被會計直接開到前場 指管系只能犯規了 比賽剩下最後十秒 指管系落後5分 現在會計系要站上發球線 真的太刺激了球皮 沒錯 下半場手感不太好 鍾明軒 能不能穩穩罰進這兩球呢 如果穩穩罰進這兩球 那麼會計 會計贏得這兩比賽幾乎就已成定球 但是如果沒有罰進的話 可能還會有一次變速 沒錯 鍾明軒可能還要希望好好穩下來 把這球罰進 籃板一定要掌握 罰兩球衝進去了 現在這個會計系 先刺激不敗基地 比賽剩下最後十秒鐘 場面叫出了暫停 快擊系四十六比四十 以前指管六分 現在指管系 可能必須要搶頭一些三秒 可以看到畫面上 黃波聰一個漂亮的轉身 中距離出手得分 黃波聰下半場表現真的相當精彩 現在場邊球員在進行最後的討論 真的最後十秒白血 雖然六分需要兩顆三分九才可以追平 而且比賽也只是十秒 不過球是遠 沒錯 球是遠的 任何可能都還是會有發生 快擊系的球員已經回到場上了 指管系還要做最後祈禱以及調整 十秒卡六分 OK 無為了還有發作怒吼 誓言一定要在十秒內把六分給追回來 看來他相當樂觀 沒錯 我對自己有信心也是場上展現實力也很好的方法 沒錯 看指管系能不能在兩秒內處理完這波進攻 哎呀這就是陳孝榮 哇 陳孝榮浪費了指管三秒的進攻時間 陳孝榮最後防守真是一大 好了 指管系先拿兩分 哎呀 又浪費了1.5秒的時間 最後2.8秒 指管系讓快進系站上罰球線 雖然對林正宇犯規是個非常不明智的選擇 因為他是個投籃非常穩定的球員 我相信他兩球都會罰緊 不過因為時間的關係也不得不犯 沒錯 正如球評所說的 林正宇穩穩拔進了第一球 時間剩下2.8秒 指管系的選擇不多 林正宇沒有發進也沒有時間了 指管系搶出手 比賽結束了 最後比數是47.42 快進5分之差戰勝的指管系 贏得這兩屆新冠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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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